市場上圈的鹹酥雞明天也發行 NFT目前鹹酥雞的最高價格 已經達到將近500美元 特別的是持有者可以到店裡頭 換一次鹹酥雞 買什麼NFT就換什麼詐物 目前包括三款鹹酥雞 雞排 四季豆 花椰菜 香菇 杏鮑菇 業者都已經販售完畢 想買就要在市場上交易 以鹹酥雞為例 總共100份 其中35%在市面流通 25%屬員工認購 類似股份概念 而初始價格是1美元 等於目前已經翻了500倍 聯組港市警察也跟上NFT的風潮 週一晚間新鮮上架 目前喊價最高的是我手上的燒賣 要9999美元 喊價不等於成交價 最新價格落在26.5美元左右 業者表示已經推出燒賣 蝦餃 流沙包三款 未來還有叉燒包和長粉 概念其實就是一種所有權證明 是建立在區塊鏈上 那有了這樣子的證明 其實數位資產的產權 就可以被定義 NFT中文叫非同質化代幣 不是虛擬貨幣 是一種數位資產 每個NFT都有編號 只要轉手就會自動寫入區塊鏈 較多用在收藏品和藝術品 近期包括施源鹹酥雞 點點心 數計烏拉麵 陸續在台灣NFT平台推出 每轉手一次 雖然能獲得一次實體商品 但價格依舊高出很多 外界也質疑是否會泡沫化 有一些新的商業模式 或者是新的發明 它可以創造價值 可是往往這些新的發明出來的時候 大家也會用它來投機炒作 進而創造泡沫 教授以房地產為例 實體房地產潮高 可能泡沫化 虛擬資產 價格也可能崩盤 新興投資管道 民眾下手前也要留意 TVVSEN 室寬上 張允希 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